股惠金融的初心或它的原則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在我們這個世代 我想每個金融從業人員 都應該對這方面要有要求 所以我不斷地強調面對客戶 你都要用友善而且公平的態度 來對待他們 我們做醫生我們都知道醫生要有醫德 同樣的銀行家在做 取得客戶的存款 還取得客戶的財富的時候 你就要有銀行家的道德 就是誠心經營 公平待客 因為不管有錢沒錢 當客戶把資產交托在我手上的時候 我們不曉得他這筆資產 明天是不是要幫父母交醫藥費 是不是要交水電 交房租或者他小孩的血費 每一筆資產對客戶來講 都是他的第二生命 我們用這樣子的態度 去對待我們的客戶 這是我所謂的銀行家的道德 也就是贏得 有了銀行家的道德 你才能真正贏得客戶 永豐銀行在普惠金融這方面的作為 大概分兩大方面 第一個是我們在對員工的培訓上 我們花了很大的功夫 銀行家的道德 必須深耕在每一個人心裡面 所以我們在培訓上 比如說我們有師聰的講師 我們有師志的講師 我們有做輪椅的講師 我們有年老 甚至稍微師志的講師 來幫我們同仁上課 我們覺得這個太重要 你要從對方的角度來看 他希望怎麼樣被銀行來對待 第二部分就是講我們在場域的設計 你要坐輪椅進來的時候 你進出銀行要很順暢 排隊拿號碼 你不會手拿不到 你要到櫃台去辦業務 我們也可以讓你在櫃台比較低的地方 進行業務的往來 你聽不到我們有電腦螢幕 來跟你做對話 你失明的話 我們有語音的這個ATM 來讓你好好做 那一樣掌精脈的生物辨識 可以很精準的認識你 你是這個帳戶的主人 甚至能夠讓你用摸字幕的方式 來進行銀行的業務 身心障礙客戶的照顧和安排 我們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在做 我們在普惠金融的這個推動上 我們對一些樂靈人士 外來人士跟乙工甚至年輕族群 我們都有特殊的安排跟照顧 友善樂靈 我們通常就稱比較年長的客戶 可能在電腦上的操作 比較不是這麼熟悉 在服務上面 我們的行員解說上面會比較清楚 同時在樂靈的產品上面 也做出比較多方面的安排 跟同行比較不同的 我們有樂靈24小時服務專線 燕區族群我們都知道 就是我們未來的國家的主人 我們希望他在早期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到金融知識 因為18歲法定年齡之後 他就可以開戶 也可以辦信用卡 甚至也可以貸款 但是要讓吸引年輕人進來 進來接近永豐 而且認同永豐 我想要做一個跟別的族群 不太一樣的事情 我們用運動來吸引 我們有運動卡 我們贊助了這個 政大雄英籃球隊 我們也掛名贊助了 雲豹籃球隊 移工在台灣的人口 甚至台灣的經濟中 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因為這樣子 我們對移工這塊市場 也花了很多心力 所以我們幫他做迅速匯款 我們也甚至 我們願意做移工貸款 我們甚至開創了 移工的第一張信用卡 所以移工在台灣的這個 金融活動 基本上在永豐 是可以完全滿足的 那至於外語人士來到台灣 目前大概有40家分行 是有雙語服務的 我們在每一家分行 也都有中英對照的 服務標語跟服務項目 是新住民 它的金融需求 也相對的是比較不一樣 這方面的服務 我們也做了很多安排 我們的公司的這個 所謂的使命 我們是 Together Better Life 就是翻轉金融共創美好未來 我們把客戶當成自己的家人 把客戶當成我們最重要的客戶 我們的目的很清楚 我們是銀行家 我們要有銀行家的道德 所以我想當你做對的事情的時候 好的事情自然就會發生 尤其在金融業 你的初心 你的募集是對的時候 很多好的獲利 正向的循環 就會在我們這個銀行發生